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失眠 最近呢,就是很多人跟我说啊 朋友聊天 就说现在呢,工作压力特别大 然后造成晚上失眠 那针对啊,工作压力大 而造成的失眠 那我们临床上怎么去治疗它呢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 要在耳尖耳背刺血 耳尖刺血呢,是治疗失眠的特效血 但是呢,之前呢,好多人说 哎,老师你说这个耳尖刺血可以治疗失眠 为什么我刺了不管用呢 我说你几点刺的 他说上次的 所以呢,问题就出在这了 那我们耳尖刺血治疗失眠 其实你最好的是放在下午三点半 到四点半之间你进行刺血 这个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那耳尖刺完血之后呢 我们再扎上我们的开四观 那我们开四观呢 我们传统的开四观呢 就是我们的双河谷,双太冲 那我们懂事的开四观呢 就是我们的双领谷,双活主 那开四观呢 但凡就是扎针的啊 好多都知道啊 开四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身体的关呢 就是四个关口全部打开 让你身体的邪气 你身体的郁气通通的 然后让它跑出去 那同样呢 就是你邪气外跑的时候呢 你正气也会外跑 那要是说 如果这个人呢 身体特别虚弱啊 正气不足的情况下 开四观他还不能用 那么开四观呢 打开四观之后 我们说了 我们今天治疗的呢 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的失眠 工作压力大了之后 是不是很烦躁 烦躁意怒 然后呢 很怨气重重 所以呢 开四观呢 就是让你心里呢 把你心里的这个压力 还有你心里的这个 郁气 郁闷之气呢 统统的 然后让它排出去 再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 镇静穴 镇静穴呢 就是在我们的 印堂上面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镇静安神 就是把鞋器跑出去 然后再给你镇静安神 然后再加一个穴位 哪呢 就是我们的 风室穴 那我们学习 懂事齐穴啊 看过这个 杨维杰老师的书的人 都知道啊 杨维杰老师呢 是特别喜欢用风室 来治疗失眠的 那临床上呢 我也知道很多 确实是效果是非常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方子呢 就出来 就是针对呢 如果你的工作压力 特别大 然后造成你的这个 反复顽固性的失眠 那我们就先在 耳间刺血 刺血的时辰呢 你要选在下午三点半 到四点半之间 因为天黑了之后 刺血效果也不好 刺完血之后呢 我们先扎上开四关 就是我们的双领骨 双火煮 让你心里的压力 和你的郁闷之气 通通的把它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 我们再扎上 镇静穴 镇静安神 再扎上风室穴 就是杨老师 特别喜欢用的 治疗失眠的特效穴 风室穴 这个呢 就是我们针对工作压力大 造成失眠的一个 有效的方子 大家感兴趣 可以试一试 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们利用这个耳尖刺血 治疗失眠的时候呢 你看操作的时候 最好这个中指稍微板一下 然后呢 把食指垫在这块 因为耳尖血是什么 你看把耳朵对折过来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是软骨啊 你一次它就下去了 所以呢 食操的时候呢 把这个中指放在这 诶 这个食指放在这 如果有清筋 就刺在清筋上 没有清筋 然后找到快速点刺一下 然后呢 挤点血就出来 但是呢 刺血之前 一定要记着 给耳朵充血 给耳朵充血的意思 就是拿你的手 拿你的手 把它的耳朵揉一揉 快速充血 然后找到快速点刺 就可以了 来 领骨穴 立一掌 握拳取穴 然后呢 看 你顺着这 顺着这个 颌骨这往上推 你看 它这明显到这 就推不动了 然后呢 扎的时候 你用套管针 你看 套管正好进来 就是这个窝 这非常好进针 而且相对来说 它不那么疼 这就是我们的 领骨穴 我们的火煮穴呢 在我们的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 找的时候呢 可以顺着这两个往上推 推到这块 或者是从这个指缝着顺着往上推 你看 它这个推到这个位置 就推不动了 也就是两个脚趾骨的交接缝着 我们下针的时候呢 贴骨 要贴着两个骨头 交接缝着 在这直接下针直刺 我们直刺 进针五分就可以了 看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火煮穴 我们的镇静穴呢 你看在我们印堂的上三分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印堂 然后在它那上三分的一个位置 我们进针的时候呢 采取皮下针 进针五分到一寸就可以了 看稍微在这 然后三分的地方 直接进针 然后呢 皮下针 粘转得气 五分到一寸 这呢就是我们的镇静穴 正常留针四十五分钟 我们的风式穴呢 是我们传统针灸里 经常要用到的一个穴位 在我们的大腿的正中线上 从我们的裹横纹上七寸 那以它的身高 这是它的三寸 三寸 然后再上四寸 这个位置 大腿的正中线 然后呢 我们直接进针 进针一寸半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风式穴 一般的取风式都是两侧 同时用针 正常留针四十五分钟 今天呢 关于这个工作压力大 造成的失眠的解决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讲什么呢 下期讲就是好多人呢 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呢 造成了口中有异味 包括呢 口干 口苦 口臭 那我们下期呢 来讲解一下 针对这三种情况 都有哪些特效穴可以治疗 如果大家感兴趣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